好那讲完叶子外部形态之后 我们来讲讲内部构造 请注意到我们现在举的这个例子 是国中课本就举的例子 这个例子只是叶子的类型的 其中一类而已 我们之后会学到别种叶子 但这种叶子是最典型的 好叶子呢会有上表皮跟下表皮 就像你们右边看的上下表皮 好那表皮上面呢会有一些角质层 角质层是植物的表皮细胞 所分泌的蜡质 蜡质是脂质可以防止水分散失 所以从植物的金跟植物的叶 都可能有蜡质 但植物的根就没有 因为植物根要吸水 植物叶片的上下表皮都会分泌 这个角质层就是蜡质 好那上下表皮呢 也可能会特化成这个保卫细胞 保卫细胞中间围的那个孔洞 就是气孔 好上下表皮你们熟悉 接下来中间讲的叫叶子的肉 叫叶肉组织 会叫叶肉细胞 叶肉的国中会说 靠上面的是一条一条一条的 好像榨栏一般排列整齐 所以叫榨状组织 一条一条的像栏杆一般 而下面的是排列比较松散 中间很多缝隙 这些缝隙可以储存很多的空气 就像海绵富含空气一般 所以下面的叶肉组织 也叫海绵组织 不论是榨状还是海绵 都属于叶肉 叶肉是属于薄壁细胞 所组成的薄壁组织 不只储存养分跟制造养分 情况之后 或者是储存养分 好那我们的叶肉中间 会穿插这个东西叫做尾管树 包含了里面上面叫做木质部 下面叫做韧皮部 而外面一圈呢 是保护它的细胞 叫做尾管树翘 然后又出现一个翘了 翘就是包背着某个东西的构造 就叫翘 我这个尾管树翘 是包住了木质部与韧皮部 木质部与韧皮部 都是尾管树 我包住着尾管树 我自然可以叫尾管树翘 有道理吧 包住的剑叫剑翘 包住的尾管树叫尾管树翘 就这样称呼了 所以这个叶脉旁边的细胞形成的组织叫做尾管树翘 这些细胞就叫尾管树翘细胞 所以在叶脂来讲 上下表皮之外 中间有很多叶肉 包含榨状和海绵组织 而叶脉中间外面一圈叫做尾管树翘细胞 中间就看你的是什么组织 上面是木质部 下面是任皮部 大概我们叶脂的内部过程就讲到这里了 我们再从左边这个图再看一遍 上表皮 下面是榨状组织 下面是海绵织 我先解释几个问题 为什么叶片上面为榨状 下面是海绵 为什么尾管树里面上面是木质部 下面是任皮部 这些排列都是有道理的 好 假设这是一片叶子 光线会从上面穿透下来 所以上面的叶肉细胞 必须排列得非常的整齐 要把阳光全部吸收掉 甚至你看这个 这个榨状组织 为什么它的细胞是常常排列的 为了让光可以均匀的穿透下来 不要让光跑掉 这有它的道理 其实我们叫它光炸 它就是一个光的预波器那种感觉 然后下面的海绵组织 为什么会出现很多空气 很多空墙 为了储存空气 光合作用过程中需要二氧化碳 所以它必须要储存二氧化碳 在叶子的内部空墙 来行光合作用 所以上面排列紧密 是为了把光墙转 把光吸收掉 下面海绵织要有空气 是为了在碳反应的过程中 可以拿二氧化碳来行光合作用 好啦 榨状组织再上 海绵织再下 是有道理的 但这是指这一群叶子 也有别的叶子 根本没有榨状于海绵织的区分 我们之后慢慢学到 好 第二个问题 为什么我们说这个维管树 上面叫做木直部 下面叫做壬皮部呢 这个各位在国中 或是我们高一律的时候 其实可能都说过了 我就很快跟大家解释一下 为什么 很快来解释 好 这是我们的茎 这是我们的叶子 我们就看这个叶子 叶片的叶子 先去写几字 好 假设中间是我们的木直部 哇 这个植物中间是木直部 红色是木直部 然后那个壬皮部呢 我用橘色 用这个橙色表达好了 好 所以是不是在金的切片来说 我们说哇 一个金横切 木直部在内 壬皮部在外啊 我们就看到金是这样的分布 对不对 现在这个金呢 往上伸张 不就 呜 出去 然后那个热皮部就 呜 出去 好啦 所以你的叶子 从金延伸出去 你会发现就很顺达 内面的变成上面 外面的变成下面 所以你这样一横切 就变成木直部在上 热皮部在下了 这个我们在国中 可以可能提过 所以我们这样 叶子来说 木直部在上 热皮部在下 或是榨状组织在上 海绵织在下 都是有它的道理的欧 如果讲完了 我们来看个实际上的照片 这是地瓜叶的切片 地瓜叶是标准的双植物的叶子 它的叶片就非常的点心 这叫上表皮 这叫下表皮 然后这边是榨状组织 下面是海绵组织 另外这是它的中热 上面是木直部 颜色比较深 因为细胞壁懒得很深 是厚壁死细胞 下面这一圈就是韧皮部 细胞壁比较薄 因为它是薄壁的活细胞 上为木直下来韧皮 另外还看到什么鬼 我现在圈了这个东西 这什么 这什么 怎么这边一段 怎么会出现这个东西 这是它的业脈 它是网状脉 所以切起来 就会看到 这边切到了 这边没切到 这边切到了 画个C图 假如它的网状脉是这样子 我不太会画网状脉 怎么样 网状脉好难画 分枝 网状脉 这是它的业脈 好多网状脉 网状脉 这是它的中热 假如它的网状脉 一直分枝分叉 好 我切片 我切这里 切这里 这边切到业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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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不是看到 业脈在这 业脈 是跳着出现的 所以看到它的葉脈是跳著出現的 就是網狀脈 而且我現在確認一下 這樣仔細看 一樣是紅色的木質部在上 下面綠色的韌皮部在下 都有這個道理 另外我們也學過 通常葉片上表皮的氣孔比較少 你看這個舒適這樣 氣孔比較少 下面氣孔比較多 各位因為這個倍率比較低 你們不知道看不看得清楚 我把氣孔圈起來 氣孔在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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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上表屏都沒有 所以地瓜葉系統主要在下表屏 我們現在把這個圖放大 沒有放大 以上是這個葉子的示例圖 這是木質布 下面是任皮布 所以網狀賣了地瓜葉 我們就以它為例子 我們之後對於葉子的介紹 其他章節會繼續提到 因為葉子的結構 會直接跟光合作用型相關 光合作用是第三章的主題 我們這邊只講結構 不講功能 所以我們就以這個點心的葉子為例就好了